好同学们欢迎回来那跟着飞飞老师在一起细读一下这篇文章 看看里面还有什么咱们漏掉的语言点 来看文章的前两句 上来就上场这个词了 叫Captain Ben Fawcett has bought an unusual taxi and has begun a new service 上这个名词咱们之前见过再跟我读一下吧一起来 Captain再来一遍Captain 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注意啊他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当兵当兵当到一个头衔 我们管他叫做上位 那么老外说了 你当兵当到这个头衔 只要你当到上位 以后你就成名人了在军队里 以后你姓刘我再不叫你Mr.刘 姓王不能叫你Mr.王 而一定要头衔来称呼你 因为你叫贵族的特质了 我们一定叫你Captain刘 Captain王 Captain Ben Captain Smith都这么来的 包括看文电影吧 我们叫Captain America 什么意思啊 中国人翻译成美国队长 其实应该最好的翻译是美国上位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America 来代表美国 而前面加称呼叫Captain 那老师万一我这人不会当兵 那我就不可能别人尊敬 我在我前面加个小的title 加个称呼吗 当然如果你要学习好 是小学霸也可以 只要你学到什么档次 就会有人去拿称呼呢 那就是博士还接这个词吗 我们叫Doctor 硕士都不可以啊 比如你是硕士 那我这儿再姓刘 Mr.刘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是博士 我一定会叫你 Dr.刘 Dr. Smith Dr. Ben 所以同学们 要不你学习 当到博士 以后美国人见你 Nice to meet you Dr. Smith 如果你当兵 当然 Nice to meet you Captain王 都是可以的 当然Captain 还有其他的意思 比如 如果你开的是 泰坦尼克这艘船 那他觉得 你能当Captain船长 也叫Captain 军衔跟上尉是一样的 当然 驾驶飞机的也叫起来 Captain 再来一遍 Captain 当然 机长 船长 还是上尉 都会在前面加这个称呼 所以记住 Captain是有三个意思的 军队的上尉 大船的船长 以及飞机的机长 那这根是一Captain 我估计读完文章 他应该是一个机长 不应该是上尉 Captain Ban Fawson Has bought An unusual taxi 现代办事 已经 Buy Bot Bot 买了一个 不同寻常的出租车 And has begun 注意他的写法 Begin的过去诗 怎么写 Begin 没话 An 而过去分子 Begin 三角 那么同学们 注意An和Uan的区别 Has begun An new service 已经开始一个 新的什么呀 服务 Service The taxi is a small Swiss aeroplane 这个出租车 居然一个小的 Aeroplane 飞机 哪儿的飞机呢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Swiss 出巧克力和表 特别多的 叫瑞士 但这是瑞士的雄词 所以我发现着 瑞士德 老师能发现着瑞士语吗 不好意思 瑞士没有瑞士语 瑞士的官方言 你这是什么语吗 German 德语 以后你去瑞士的话 得说德语 没有瑞士语 那老师 瑞士到底怎么说呢 这个不好评 希望你记住吧 SWIT Z Sorry E-R-R-L-A-N-D 一起来 SWITZERLAND 一起来 SWITZERLAND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SWITZERLAND 这个词呢 如果你要按德文 翻译的话 读中 叫做SWITZERLAND 有很多英国人 就尊重他们 按德语的翻译 起来 SWITZERLAND 如果你要英国人 一般的SWITZERLAND SWITZERLAND 都可以 所以两个都可以 SWITZERLAND 按SWITZ 一个瑞士的表 SWITZERLAND 或者 The watch is made In Switzerland 那同学们 这里说 这个出租 是一个小的 瑞士的飞机 什么飞机呢 Cord 以后我们会学 被动以太的 过去分词 这飞机 被叫做一个 Pilotes Port 叫做什么叫Pilotes 叫名字 什么Pilotes 管它呢 那Porter学过 Port 咱们讲过港口吧 海港叫Seaport 机场叫空港 我们叫Airport 还就是职业 什么叫Porter吗 搬运工嘛 所以他拿搬运工人 来给他飞机命名 就像出租车一样 空客 对吧 空中那种 载客的工具 那空中打巴 就这种感觉 把一个地方的人 搬到另一个地方 叫Porter 是可以理解的 好 那接下来 有没有人做呢 那我们就来看看 往下走呗 This wonderful plane can carry 7 passengers 注意 Wonderful 是之前的一个词 它的意思是什么 真环体极好的 叫做very good 你还记得可以 用哪些词吗 极好的 用伟大那词也行吗 This great plane 或者还记得 I've开头 我们开能不能想起来 再跟我读一下 比起来 Fantastic 再来一遍 Fantastic This fantastic plane 或者I'm开头 这个比较难记 Mar-V-Less This marvelous plane can carry 7 passengers T-E-R-R-I-F-I-C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Terrific 再来一遍 Terrific 当然 Excellent 很多的 This wonderful plane can carry 7 passengers 以前学的 carry什么呀 背呀 扛呀 觉得打太重了 I carry the bike to my school 每天我要背着这个包 或者这么着 怎么着抱的也行 把他来回走 搬着它 这里的carry 如果这个carry的前面 飞机呀火车轮船 那我觉得就翻译成 这车可以携带 这么去翻译比较好 别翻译成他能背吗 携带或者容纳 就这个意思 比如我这车只能坐五个人 你又来来带着之后 不好意思 I my car can't carry anymore 不能再带着你了 不能容纳得了了 所以这个飞机能够携带 或者容纳 一个乘客 当主于是飞机 轮船火车等交通工具的时候 就得这样翻译了 The most surprising thing 最高级 最连吃惊的事情 关于这件事 However 但是 是什么呢 Dart引导的是一个表语从句 为什么叫表语从句呢 因为I mean that 比如he is a student 意思后面应该是表语吧 现在一个句子放在意思后面 就是做表语的从数的句子 跟等同一编语从句 所以Dart还是个占位词 那么关键这里 这里有一个However叫但是 我们管它叫做副词 你还能想想咱们的一到二四课 讲过副词的位置吗 有三种 再说说吧 开头打斗号 Yesterday 斗号 I bought a book 昨天我买了一本书 必须打斗号 如果不打斗号 容易跟你逐一混 由于这个副词叫时间 一个副词做壮语 我们也可以得起个名字 叫时间壮语 当然还可以放在一个位置 不行开刀 可以放在结尾 句子的最后面 当然可以加斗号 也可以不加斗号 谁喜欢叫做 I bought a book Yesterday 而最文雅的 最书面的魔鬼语算中 叫插入形状语 插在哪呢 还记着吗 在主体句子中的 主语和谓语之间 有时候还加个双头号 叫 I Yesterday Bought a book 同样 不见他时间转 递变形啊 In America He met his wife 在美国 他遇到他的妻子 还可以怎么说 He met his wife In America 还可以文雅点 就是说 He都好 In America 都好 Met his wife 同样 不光可以用地理状 还可以用方式状语 高高兴兴的我出去了 Happily I went out 还可以这么写一起来 I went out Happily 还可以这么插入状语 I happily went out 主语和动词之间 加入他也行 今天的however 也是个副词 所以他为这三种 第一个就是 The boy is very happy 男孩非常高兴 尽管今天下雨了 然而男孩非常高兴 可以放在这儿吧 叫做 However 都好 The boys were happy 还可以怎么说 The boys were happy However 而最流行就是 尽管下雨 但是这还在挺高兴 The boy 都好 However 都好 Is very happy 看出这个结构了吗 如果他敢加 双多号 都差上一 正本句的主语 在这儿挺长的 主语就是 The most surprising about it 乖此事的 最使人吃惊的东西 是主语 为你在这儿啊 意思 系统词 后面是一个从句 叫表语从句 是什么呢 在名词性从句中 不管宾语从句 而表语从句 大的就是个站位词 没有意思 只知道你后面 将加一个完整句 说他 这个飞机 The plane 能够 爛的 着陆 在任何地方 起飞 怎么说来了 脱衣服 take off 还记得火车 进站 你拉 就进来了 突印 这几个一起 都记住啊 那么同学们 能住在哪儿啊 Land on snow on water even on a plough field 可以住在雪 水 甚至在田地 而且不是一般的田地 真缺德 耕种 你看 加了一地 过的叫做 被叫做什么 而plough的也是叫做 被耕种过的地方 所有家一地的 非为动词 都是有被动的含义 那么因为这句话 已经有个动词 意思了 这块就只能使用 非为动词 而不能使用 被动以太了 好 那同学们 接下来 别着急 非为动词 这是我们以后的这种 因为那是一个难点 我们继续往下 这么牛的飞机 到底有没有人气呢 我们来看 Captain Fonson First Passenger 他的第一个 跟我读一下 Passenger 再来一遍 Passenger 能不能听对啊 PASSEN GR 他的第一个什么 乘客就是一个医生 谁 非 这是反映成谁吗 能看出这什么东西吗 我得把它扩起来吧 到这儿结束 同学们 这是什么同学 高二的左面 定从再次上场 是不是有同学 全上一课之后 全给忘了呢 不应该啊 那么 who是什么意思 就是the doctor的意思 再从去读不懂 你就别反映成谁 就把它反映成the doctor flu的原因就是谁 很好fly 这个词我也老记不住 现在终于记住了 过去是一起来 flu sorry flow 今天乱了 一起来 flu 跟我读一下 flu 过去分词 f-l-o-w-n 一起来 flow fly flu flow 说这个医生 飞 从Berningham 是英国的一个地方 Berningham 飞到一个lonely village 能发现成孤独的村庄吗 叫做 偏僻的人气罕志的村庄 对吧 in the Welsh mountain 在威尔士的山区 那么同学们 大概就这意思 那同学们 这就是定义从具 连次在从中做什么语啊 做fly的 主语 前面又是人 指人用who 或者 that 指物用 有同学真忘了是吗 再回忆一下 在定义从具中 如果连次在从中做主语 先行次人用who 是物呢 which 两个都行啊 同学们 that 没问题吧 第二 如果连次在从中做 闭语 指人用谁 who 或者 whom 植物呢 还是which 两个都行呢 that 好像还有个什么 定村的连次可以省 是怎么省啊 很好 当连次在从中做闭语 还可以完全 什么都不填 省率 就出现双名词连用的问题了 这块的户可以省吗 不能省 它不是说flu的族语 它是发出flu的 the dog的flu 你要省了 它这是双名词连用吗 这一个名词一动词 连上了同学们 所以这就是定义从具 其实也没多难 看看中考题 四川上成都的 不能叫四川上成都 这就是四川上成都 得一道中考题啊 那同学们继续往下 have you found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你找到问题的答案了吗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什么问题呢 一看 让你接连次就把它扩起来 哦 我今天早上问你的问题 看盖的左面是个问题 所以就是个定义从具了 因为盖的左面是个名词 来看连在从语中 也就说白这先行词的question 在从语中做什么语 I ask you the question I ask you the question 诸位宾宾 坐在的第二个宾语吧 既然做宾语先行词 问题又是个误 刚才的表里应该用位置吧 可是没有位置 你选的是 很好 that that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the question 可不可以省啊 同学们 可以省 因为是I ask you the question 完全可以不停啊 还是放掉 I ask you this morning 好的同学们 两道题暂停一下 你坐 给你两分钟 暂停一下吧 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